当我们谈到灵性高度发展的人 他们往往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感知能量 你有没有曾经在某个场合中 突然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氛围改变 这种感觉 对于灵性高的人来说 实在熟悉不过的 他们对周围的能量变化 非常敏感 这种敏锐的感知力 让他们能够准确的感受到他人的情绪 甚至是房间里的整体氛围 灵性高的人进入一个房间 首先感受到的往往不是视觉上的信息 而是整体的能量场 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他们能够感受到空气中的张力和舒适度 假如你进入一个充满欢笑和愉悦的房间 你会不会感受到一股温暖的能量呢 而如果进入一个气氛紧张的会议室 那种压抑感是不是瞬间袭来 灵性高的人对这些感觉特别敏感 他们能够立刻捕捉到这些能量变化 并且根据这些感知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在自然界中 这种能量感知的能力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站在大自然中 突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静谧和力量 灵性高的人能够感受到 这种来自大自然的能量变化 无论是晴朗的天空还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他们都能够提前感知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他们与大自然有着深刻的连接 这种连接使得他们在面对自然的时候 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这种对能量的敏锐感知 也让灵性高的人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特别是在面对负面能量时 他们会立刻感受到周围的不安和压抑 并且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能量场 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来自于 他们对内在能量场的重视和了解 他们深知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 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遇见即将发生的事件 这不是魔法 而是灵性高度发展的一种表现 他们的直觉异常灵理 能够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变化 这种能力让他们在生活中 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优势 他们能够遇见危险 并且及时采取措施 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挑战时 总能显得格外从容不迫 灵性高的人 他们的感知能力 不仅仅限于外在的环境 还包括对内在情绪的敏锐感知 他们能够深入地了解 自己的情绪变化 并且善于管理这些情绪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在面对压力时 总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 这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及时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变化 并且采取措施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这种高度的敏感体质 也让他们在选择生活方式和环境时 特别注重于自己能量场的契合 他们喜欢待在那些能够给予自己正能量的场所 比如大自然 静谧的空间 或者是充满创意和灵感的环境 他们知道周围的能量场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 只有在充满正能量的环境中 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放松和充电 第二个征兆 直觉 这是一种我们无法用科学完全解释的力量 但对于灵性高敏人来说 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能够在瞬间感知到环境的变化 预感到事情的发生 并对人和事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理解和判断力 这种能力不仅仅是直觉 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五感的第六感 每当灵性高敏人面对一个陌生人时 他们可以在几秒钟内感知对方的情绪和意图 甚至能够预测到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 这不是通过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 而是通过一种深层次的感知来完成的 他们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能量场 这种能量场能够传达出一种讯息 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与这个人互动 在生活中 这种直觉也能帮助灵性高敏人避开危险 当他们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 可能会突然感觉到不安 这种不安并非毫无理由 而是直觉在警告他们前方可能有潜在的危险 他们会立刻改变路线 从而避免了异常可能的危机 这种直觉的警告系统几乎是及时反应 无需经过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因为它是一种本能反应 此外 灵性高敏人也能够在生活中抓住机会 当一个机会出现时 他们的直觉会告诉他们这是值得尝试的 这种直觉并非基于过去的经验或现有的信息 而是一种内在的感觉 告诉他们这是正确的选择 这种能力让他们在职场上或人生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先人一步 抓住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灵性高敏人的直觉还表现在他们对未来的预测能力上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预感 这些预感可能是关于自己亲人或者朋友的 他们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感知到 并提前做好准备 这种能力让他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时 能够处遍不惊 从容应对 他们的直觉也能够帮助他们在选择朋友和伴侣时 做出正确的决定 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判断出一个人是否适合自己 是否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 他们会评级这种直觉来选择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而避免那些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的人 灵性高敏人的直觉还体现在他们对环境的敏感度上 他们能够感知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是气候 能量场或者是其他细微的变动 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感知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保持内心的平衡和稳定 他们会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来生活 避免那些让自己感到不安和压力的地方 在创作和艺术方面 灵性高敏人的直觉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能够从内心深处挖掘出灵感 这些灵感往往是突然出现的 没有任何征兆 他们会评级这种直觉来创作出感人至深的作品 这些作品能够打动人心 带来强烈的情感共鸣 灵性高敏人的直觉并非无迹可循 他们会有一些习惯和行为来加强这种能力 他们会经常进行冥想 这种冥想能够让他们的心灵更加敏感 能够更好地感知周围的能量场 他们也会经常与大自然接触 通过与自然的互动来提升自己的直觉力 第三个征兆 变化的饮食习惯 灵性觉醒的过程中 许多人会发现自己的饮食习惯 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 这些变化往往不是出于刻意的选择 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你是否曾经好奇 为什么某些食物突然让你感到不适 或者 为什么你会开始渴望更加天然和有机的食品 这一切其实都与灵性觉醒息息相关 当我们进入灵性觉醒的阶段 我们的身体会开始调整 以适应新的能量频率 这种调整首先体现在饮食上 曾经让你觉得美味无比的高糖高脂食品 现在可能会让你感到恶心甚至不适 这并不是偶然 而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 它需要更纯净 更高能量的食物来支持你的灵性成长 你是否曾经想过 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的如此突然且强烈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偏好天然 有机的食品 这些食物不仅更健康 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能量频率更高 更符合我们身体和灵魂的需求 有机食品在生长过程中 不使用化学农药或人工肥料 这使得它们保留了更多的营养和自然能量 当你开始摄取这些食物时 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和轻盈感 你是否注意到 这种感觉与你内在的变化是如此一致 随着灵性觉醒的深入 一些人会选择变成素食者或成素食者 这不仅仅是对健康的考量 更是一种对地球和所有生灵的深刻尊重和爱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越来越敏感 越来越能感受到动物的痛苦和自然环境的需求时 你会自然而然的倾向于选择更加仁慈的饮食方式 这种选择不仅减少了对动物和环境的伤害 也让你的灵魂更加纯净和平衡 除了对某些食物的不耐受和偏好天然 有机食品外 灵性觉醒还可能引发一些特殊的饮食需求 你可能会突然非常渴望某些特定的食物 这些食物可能含有你身体此时非常需要的营养成分 例如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非常喜欢绿色蔬菜 这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更多的叶酸和纤维来支持你的运作 你是否曾经丝毫过 为什么这些食物会在特定时刻变得如此吸引人 灵性觉醒的饮食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而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你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以适应新的能量需求 这是一种身体与灵魂的和谐共舞 你需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尊重自己的身体 给予它最需要的营养和爱护 这样的变化不仅会提升你的健康水平 还会让你的灵性成长更加顺利和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你的家人和朋友可能无法理解你突然的饮食改变 他们可能会对你变成素食者或唇素食者感到困惑甚至反对 你是否准备好向他们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一种盲从的选择 而是基于你内心深处的需求和灵性成长的需要 同时你也需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适应这些变化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让一切自然而然的发生 灵性高敏的人经历强烈情绪波动的现象 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反应 为什么这些人会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情绪起伏 这些情绪波动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他们在处理和释放内在深层情感和创伤的过程中 自然流露出来的结果 想象一下 你在一天之内经历了从极度的喜悦到深深的悲伤 再到愤怒的剧烈变化 这样的情绪过山车 对于灵性高敏的人来说 几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的内心世界比一般人更加丰富和敏感 因此他们感受到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能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 这种情绪波动 有时候来得非常突然 毫无预兆 也许是在某个宁静的下午 他们正享受着一杯咖啡 突然间心头涌上无比的喜悦 彭扶所有的美好都在那一刻降临 然而 不过片刻 这种喜悦就被一股无名的悲伤所取代 他们的眼泪会突然涌出 让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 为什么会突然感到莫名的悲伤或愤怒 对于灵性高敏的人来说 这样的情况更为常见 他们内心的情感世界是如此的复杂和丰富 以至于任何外界的刺激 都可能引发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 这种情绪波动 不仅让他们感到困惑 也让他们感受到深深的孤独 因为他们难以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情绪 这种无法被理解的孤独感 让他们倍感痛苦 灵性高敏的人 为什么会经历如此强烈的情绪波动 这是因为他们正在处理和释放 哪在深层的情感和创伤 这些情感和创伤 可能来自于他们过去的经历 也可能是他们对未来的焦虑和不安 无论是什么原因 这些情感和创伤都需要一个出口 而情绪波动就是这个出口 这种情绪波动对于灵性高敏的人来说 既是一种痛苦 也是一种成长的机会 在这些强烈的情绪波动中 他们会逐渐学会如何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情感 他们会变得更加了解自己 更加能够理解和接纳自己的情感 他们会学会如何在情绪波动中找到平衡 如何在面对强烈情绪时 仍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 灵性高敏的人 是否总是处于情绪波动之中 这种情绪波动 是否有结束的一天 其实这些情绪波动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当他们能够真正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情感和创伤时 这些情绪波动会逐渐减少 他们会发现 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和稳定 他们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的刺激所影响 他们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然而 即使情绪波动减少了 灵性高敏的人仍然会保留那份敏感和细腻 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幸福 只是不再那么容易被负面情绪所困扰 他们会发现 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更加能够承受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第五个征兆 对自然的深刻连接 灵性高敏的人 往往能感受到与自然的深刻连接 他们深知这种连接 对于身心灵的健康有多么重要 这样的人喜欢花时间在大自然中 因为自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无尽的疗愈源泉 无论是山川 森林 海洋 还是星空 他们都能从中汲取能量和灵感 当我们谈论灵性高敏的人与自然的连接时 我们不得不提及 他们如何能够在大自然中找到内心的平静 这种平静并不是一般的安静 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灵上的安宁 大自然中的每片树叶 每一滴露水 甚至是风吹过的声音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他们会在这些细微的自然现象中找到生活的真谛 感受到宇宙的浩瀚和自己的渺小 从而产生一种谦卑和感恩的心情 灵性高敏的人还会通过自然来重整自己的能量 当他们感到压力重重或是情绪低落时 一次简单的森林漫步或是海边散步 就能让他们感觉焕然一新 这种与自然的互动并不是单纯的体力活动 而是一种心灵上的修复过程 他们会感受到大地的能量从脚底传递到全身 让每一个细胞都重新充满活力 这种过程就像是大自然在默默地疗愈住他们 用无形的力量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痛和疲惫 除此之外 灵性高敏的人往往拥有敏锐的感官 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加细致地体验自然的美妙 他们会注意到阳光穿过树叶间隙时头下的斑驳光影 会听到鸟在清晨的第一声鸣叫 会嗅到雨后泥土的清新气息 这些细微的感知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 他们在这些瞬间中能够找到生活的失意和美好 并将这些美好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养料 灵性高敏的人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自然的疗愈 他们还会积极地参与到保护自然的行动中 他们深知自然的珍贵和脆弱 因此会尽己所能去保护和珍惜这些资源 无论是参与环保活动 还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他们都希望能够为地球的未来尽一分力 他们的这种行动力来源于对自然的深刻热爱和尊重 也是一种对自己灵性的尊重和保护 在大自然中灵性高敏的人还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不是来自于某个特定的地点 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共鸣 他们会感觉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 与万物共生共存 这种感觉让他们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自己都能够通过与自然的连接 找到内心的力量和勇气 这种对自然的深刻连接 还让灵性高敏的人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他们会在自然中体会到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 从而更加懂得珍惜每一个瞬间 他们会在夕阳下感受到一天的美好和圆满 会在夜空中仰望星辰 感受到宇宙的浩瀚和无限可能 这种对当下的珍惜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也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能够保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梦境的清晰和象征性是灵性高敏者 一个极为显著的征兆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的梦境如此清晰 彷彿身临其境 这种梦境不仅仅是单纯的影像堆叠 而是灵性和心里深处的一种对话 一个灵性高敏的人 经常会在梦境中 接收到一些预示性的图像和信息 这些梦境就像一面镜子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想法 这些清晰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梦境 常常让人感到震撼 比如有些人在梦中会遇到动物 这些动物不仅仅是梦的元素 它们还代表着某种情感或内在状态 一只飞翔的鸟是否象征住 你渴望自由和解放 或者一只受困的动物 是否反映了你内心的束缚和压力 这些象征性图像 能够引导灵性高敏者 去探索和理解 它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从而实现内心的平衡和和谐 梦境中的预示性信息 对于灵性高敏者来说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你是否曾经梦见某个情景 然后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这种经验并不是巧合 而是你的潜意识在向你传递信息 灵性高敏者的梦境 经常揭示它们尚未意识到的问题 帮助它们在清醒后做出正确的决定 例如 一个梦境可能显示你与某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这种预示能够帮助你在现实中 及时调整和修复这段关系 梦境不仅仅是对过去和现在的反应 更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示 许多人在梦中看到的场景 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件 你是否曾梦见自己走在某条陌生的街道上 然后几个月后真的到了那个地方 这种预示性的梦境 让灵性高敏者能够提前感知未来 并做好准备 迎接即将到来的变化 灵性高敏者的梦境 还能够揭示他们的内在需求和渴望 例如 你是否梦见自己在海洋中自由地游游 这可能象征住你渴望摆脱压力 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自由 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梦境 灵性高敏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在需求 并在现实生活中做出相应的调整 此外 梦境中的象征性图像 还能够帮助灵性高敏者 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 有些人在梦中看到自己被困在一个迷宫中 这可能象征住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境 通过解读这些梦境 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和方法 例如 一个梦境可能显示你在某个情境中感到无助 这可能暗示你需要寻求外部的帮助和支持 梦境的清晰和象征性 对于灵性高敏者来说 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经验 更是一种灵性和心理的成长过程 这些梦境帮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自己 发现内心的力量和智慧 你是否曾经因为一个梦境而对某个问题 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 这种灵性的成长 让灵性高敏者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实现自我的提升和突破 有时候灵性高敏者的梦境 甚至会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灵性课题 你是否曾经梦见过自己在一个神圣的场所 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平静和安宁 这些梦境往往反映了灵性高敏者 对于灵性世界的探索和追求 通过这些梦境 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和谐 第七个征兆 身体的敏感反应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突然对光 声音 气味等变得异常敏感 以前可能没什么问题的环境刺激 现在却让你感到不适 甚至难以忍受 这种改变让人困惑 但它确实真实存在 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影响巨大 首先 我们来看看对光的敏感度增加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阳光不再是那么温暖一人 反而让你感到侧眼 甚至不得不眯起眼睛 或戴上太阳眼镜 或者是在夜晚 截上的灯光火车灯让你感到刺痛 不得不频繁地转移视线 这种对光线的过度敏感 不仅影响你的视觉舒适度 还可能引发头痛或眼睛疲劳 再来谈谈声音的敏感反应 你是否发现自己对普通的噪音变得格外在意 比如 邻居家的音乐声 截上的车鸣声 甚至是办公室里的键盘敲击声 都会让你感到烦躁不安 甚至无法专心工作 这些声音在以前可能只是背景噪音 但现在却成为你心头的一根子 让你时时刻刻都在不安中度过 还有气味的敏感度 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的香水 喂和食物的气味而感到不适 甚至必须立即远离 这种对气味的敏感 不仅仅是嗅觉上的不适 更可能引发一连串的身体反应 如恶心 头痛等 以前那些你根本不会注意到的气味 现在却成了你避之不及的敌人 身体的敏感反应不仅限于 声音和气味 还包括皮肤的敏感度 你是否发现自己对某些衣物材质变得特别敏感 稍有不适就会引起皮肤的痒痛或红肿 或者是对温度变化极为敏感 稍微的冷暖变化都会让你感到极度不适 这些反应让人觉得自己彷扶成了一个玻璃人 任何微小的变化都能引发强烈的不适感 这些敏感反应的出现 往往会带来心理上的压力 你是否会担心什么时候又会被这些刺激困扰 这种持续的焦虑不仅会加重敏感反应 还可能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 为了避免不适 你可能会选择减少外出 甚至避免参加社交场合 这无疑对心理健康造成了额外的负担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敏感反应 这其中可能涉及多种因素 包括遗传 环境影响以及个人的生理特征等 有些人天生对环境刺激比较敏感 而有些人则可能因为某些生活经历 或健康状况而变得敏感 无论原因如何 这些敏感反应都真实地影响住我们的生活 你是否会因为这些敏感反应 而感到自己与众不同 甚至感到困惑和无助 其实你并不孤单 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少见 许多人都在经历类似的问题 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会正视这些敏感反应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调整和应对 从而提高生活品质 第八 你是否曾经感受到 在与他人社交过后 整个人的能量被彻底耗尽 这种对社交耐受性降低的感觉 其实是灵性高民者常见的第八个征兆 灵性高民者需要大量的独处时间 来恢复和整理自己的能量 这是因为他们天生对外界的感知特别敏锐 能够捕捉到其他人所忽略的细微情感和能量变化 当我们谈论到社交时 大家往往会想到朋友聚会 家庭聚餐 工作社交活动等 这些看似普通的活动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 对于灵性高民者来说 这些活动却可能成为能量的巨大消耗源 灵性高民者在这些场合中 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表面的交流 更需要处理背后隐藏的情感信息 这种持续的高强度感知 很容易让他们感到身心俱疲 灵性高民者对无意义的小谈话 特别感到疲惫 这是因为他们更重视深层次的交流 他们渴望与人分享真实的情感 思想和灵魂深处的体验 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话题 他们往往会觉得 无意义的小谈话 无法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需求 这使得他们在这样的对话中 迅速消耗能量 感到疲惫不堪 此外 灵性高民者在大量的社交活动中 会感到特别疲倦 这是因为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能量 来适应各种不同的能量场和情感氛围 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独特的能量和情感 灵性高民者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变化 并且不由自主地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以适应不同的情境 这种不断的调整和适应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能量消耗过程 正因如此 灵性高民者更倾向于 与能理解和尊重他们灵性需求的人相处 他们需要的是哪些能够与他们共振 并且不需要过多解释自己感受的朋友和家人 这样的相处方式能够让他们感到被理解和支持 从而减少能量的消耗 提升内心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独处时间对于灵性高民者来说 是一种必要的能量恢复过程 在独处时 他们可以自由地整理自己的思绪 释放累积的情感压力 并且重新连接内心深处的自我 这种独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休息 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充电 能够让他们在繁忙的生活中 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灵性高民者的这种特质 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社交或是反社会 相反他们非常真实真正的友情和深度的情感联系 他们只是需要在社交和独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来维持自己的能量水平和心理健康 这样的平衡点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灵性高民者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探索和调整 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 灵性高民者需要学会尊重自己的需求 不必因为社会的压力而强迫自己参加不必要的社交活动 他们需要相信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是正当的 并且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是否在这样的自我接纳和尊重中 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内心的平衡 并且在社交中保持自己的能量和热情 灵性高民者的这种特质 往往也会让他们在某些特定的职业和生活方式中 表现得更加出色 例如 灵性高民者通常具有高度的同理心和感知力 这让他们在心理咨询 艺术创作 灵性指导等领域中 能够发挥出色的才能 他们的敏锐感知能力 能够让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 从而提供更为贴心和有价值的帮助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žád 亮 咱 杨 词